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三元礼抗英的故事 本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上期影片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是呢我看到评论区里面有很多网友说 说三元礼抗英这么重要的事件居然都没讲 很想听听三元礼抗英 我之前没讲呢是因为我觉得哈 在鸦片战争里面三元礼抗英 其实算不上是一个对这场战争的主进程 有很大影响的事件 不过看到网友的留言呢 我觉得把这个故事拿出来单独讲一讲 也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件本来并不大 但是为什么最后会变成影响力那么大 而且还广为流传 这个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事件当时使得朝廷很受鼓舞 民间呢也广为流传 甚至是直到现在还被写进了中学历史的教科书里面 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广为流传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我们先讲三元礼抗英的过程 三元礼这个地方 现在是广州市区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个地点了 在1841年的时候 三元礼还只是在广州城的北面 大约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 三元礼抗英这个事件 是发生在1841年5月30号这一天 事件的起因呢 是鸦片战争的时候 英军进攻广州 5月24号英军开始进攻 英军的陆军司令郭富 他让部队只携带两天的干粮 到5月26号的时候 英军的干粮就吃完了 他们开始抢劫沿途老百姓家的粮食 在抢劫的过程中 有些印度士兵 强奸了三元礼附近的妇女 英军的这些恶行呢 就激起了三元礼百姓的反抗 三元礼的百姓被组织起来 进行了一次有准备的武装反击 这次反击发生在5月30号这天 那占领了四方炮台的英军 发现对面三元礼一带 有大量的中国人集结 而且这些集结的人群都拿着武器 但是呢 他们看起来又不像是重规矩 拿着武器呀 都是刀呀 斧子呀 还有锄头什么的 不过呢 英军指挥官还是下令攻击 这些中国人一边打呢 就一边往后退 有点诱敌深入的意思 这时候呢 老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英军配备的碎发枪都没法射击了 英国人只能跟中国人肉搏 那肉搏的话英军就很吃亏 人数比对方少太多了 英军司令国父 他就下令撤退 英军部队退到了四方台 退到四方台之后 英军发现 有一个印度土著的连队 被落在后面了 没跟上来 那国父他就连忙派两个连队前去营救 这两个连队拿的武器是雷击枪 就不是碎发枪了 雷击枪是能发射的 不怕雨淋 这两个连队去了之后 发现那个印度土著的连队 被几千个中国人给围困起来了 那这两个连队就开枪 驱散了人群 把印度连队给救了回去 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呢 第二天 有上万名的村民和乡勇 把英军的四方台阵地 给包围起来了 这时候英军方面的义律 和清朝的亲家大臣义山 已经达成了停战协定了 而且义山也赔了六百万的输成费 英军可能也是不想对这么多看起来 很像老百姓的人发起炮击 郭富呢 就派人通知广州知府余宝纯 他让余宝纯赶紧过来解决问题 并且他跟余宝纯说 如果不能再停止此类行动 此前达成的停战协议就作废 余宝纯就赶紧出面 出面劝散了群众 那这就是三元里抗营的全过程了 在这次事件里面 根据考证 英军死亡的人数是5到7人 受伤23到42人 我们从英军的死伤人数来看 这个事件确实啊 比大多数的英军和清军的正式作战 死伤的人数还要多 除了镇降之战 广州之战和乍普之战 这次战役英军死亡的人数最多 占到了第四名的位置 我们说这是一支完全没有训练过的民军 也没有像样的兵器 能达到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呢 这支老百姓组成的民军 在第一天受到挫折之后 不但没有像清军那样溃散逃跑 第二天还来包围了英军的营地 这样的勇气也是非常足以撑道的 不过我们从这个过程也能看出来 这次老百姓组成的民军 能伤敌这么多是属于运气好 正好老天下大雨 英军的枪打不响 而且英军是轻敌了的 如果英军像打正规矩那样 上来就用火炮覆盖 那老百姓也没什么机会 所以说这样的战役是不能复制的 再来一次肯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 但是呢 在当时 这场三元礼抗英被说成了另外一个版本 首先 这场战役被夸大成了一场大劫 被说成是老百姓是因为爱国 自发组织起来对抗洋人 杀伤敌人的数量也被极大的夸张了 最夸张的时候呢 被说成英军死亡了将近一千人 而且还说击毙了英军海军司令 博麦和先锋关 霞臂 甚至大家都说 如果不是广州知府郁宝纯 出来替英国人解围 那么四方台的英军就会全军覆没 英军会退出广州城 也被说成是因为害怕了 被组织起来的民众 那这种说法呢 不仅民间广为流传 甚至连朝廷都相信了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 皇帝相信了这种说法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广州再次陷落 先锋皇帝想起了当年三军里抗营的大劫 他竟然命令广东的官神 出面组织民众 让民众来收复广州 甚至让民众去攻占香港 他这个做法很显然是行不通的 最后败得很惨 那英军为什么会退出广州 我们之前的影片也说过了 是因为益山跟英军签订了停战协议 缴了输成费 英军才退出广州 英军的撤退 跟三元礼抗营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这次的三元礼事件 为什么被夸张得这么严重呢 从朝廷官员到民间百姓 都把这次事件传成是一场抗营的大胜利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第一从朝廷来说 是因为清朝不肯接受失败的事实 道光帝此时的指令是强硬的脚移 到达前线的齐山 杨芳和义山 本来都是去脚移的 但是打了几招之后 他们都从脚移变成了府移 也就是都从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这个态度的转变完全是因为打输了 打不过英军 但是打不过这个事呢 是不能如实上报的 因为一旦承认打不过 那就是皇帝的决策错了 这是不能被接受的 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前线的将士不肯卖命 这个逻辑就变成了 因为前线的将士不肯卖命 所以张大输了 或者呢 是因为前线有汉奸 张大输了 反正不能是真打不过 要是承认真打不过 那就是皇帝的决策失误 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时候呢 三冤里抗营的胜利 恰好证实的这一点 老百姓被组织起来 都能打赢英军 所以呢 根本就不是打不过对方 通过这场胜利 就能证明皇帝的决策没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还是奸臣误国理论 我们前面说过奸臣误国理论 在朝廷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 只要是主战派 叫的响的都是忠臣 只要是主和派 就都是奸臣 所以呢 林泽徐被定义成是忠臣 齐善被定义成是奸臣 在这场三冤里抗营的事件里面 也有忠臣和奸臣 被集结写的老百姓 明显是被定义成了忠臣 是保家卫国的勇士 而广州知府于宝纯 就被定义成了奸臣 我们在很多文献里面都能看到 这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 说的是 要不是于宝纯这个奸臣的阻挠 三冤里的老百姓 不仅能把四方台的英军 给全军覆没了 甚至都能打到香港去 把香港给收复了 就是因为有汉奸作祟 所以才功亏一篑 于宝纯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当这个事件越传越夸张之后 他这个汉奸的帽子就越戴越稳了 我们来看一件事 在战后的三个月 广州开科考试 于宝纯做主考官 所有的考生都出来抗议 说我们坚决不能当汉奸的学生 所以这个汉奸的帽子 对于宝纯的形象影响还是很大的 不过从事实来说 他确实是有点冤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他救了三元里的老百姓 要不是他的敢于 包围英军的老百姓 就不知道会死伤多少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呢 我们从百姓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英军在占领了广州之后 军纪确实不怎么好 不像后来 英军在占领浙江之后 军纪就好多了 所以当时广州的老百姓 普遍不喜欢洋人 像三元里这种地方 被英军抢劫过的 更是痛恨洋人 但是清朝的正规军都打不过人家 老百姓只能抱团自保 这场三元里抗英的斗争 是自保的老百姓 反抗英军的胜利 这算是呢 长了自己的志气 也给所有老百姓勇气 所以民间对这次 抗英胜利的英勇事迹 就喜闻乐见 大书特书 越传越夸张 但是后来的叙述中呢 这个调子被拔得太高了 被说成是人民群众 出于反对侵略者的 爱国精神奋勇杀敌 凭借这种精神 眼看就可以把侵略者赶出去了 却被来自官方的汉奸破坏 功败垂成 被说成这样 就有点脱离事实了 首先当时的老百姓 还没有民族主义的意识 不可能是为了爱国而进行战争 最多可以说成是为了 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 通过这点呢 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清军一战即溃 而老百姓不跑 还能去第二天围攻了四方台 是因为清军保卫的 不是自己的家 当然打不过就跑了 而老百姓呢 他是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 他家就在这 所以呢 他勇气就很大 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那我们再说另外一点 就是大多数的老百姓 并没有把英军 当成侵略者来看 只要英军不侵犯他们的利益 没人愿意去反抗他们 从后面的故事 我们就能看出来 清朝的老百姓 完全可以和英军和睦相出 前提是英军他能约束 自己的纪律 不要抢劫老百姓 后来所有的说法 说当时的老百姓 是为了爱国而跟英军打仗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最后 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依靠民众 到底能不能抵抗侵略者 教科书上在总结 统治者对外战争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一条 就是说掌权者不肯发动群众 事实上 皇帝惜不希望发动老百姓 来支持他呢 当然是希望的 他希望老百姓 能支持朝廷的军队 如何发动群众 在王朝时代 当然是没有什么政党 来做这件事 当时民族主义的思想 也没有普及 在王朝时代 只有从上到下的官僚气息 那靠官府能发动群众吗 靠官府也是不行的 就像在鸦片战争的时候 广东和浙江的前线 清军将领都开了上阁 说不管什么人 只要杀了一个白人 就赏赢一百两 但是呢 很少有人响应 因为老百姓都知道 这个钱不好赚 这是要掉脑袋的事情 当时要想动员群众 只有一种力量 可以依靠 就是乡神 依靠乡神 才能发动群众 官府动员乡神 乡神号召百姓 三元李抗英 能聚集一万多人的乡勇 靠的就是乡神 当时的农民 自己没什么判断能力 你要让他们自己判断 他们不一定喜欢羊人 但是让他们去替朝廷 分忧打羊鬼子 他们也是不干的 不过有一点 他们听乡神的 因为乡神是代表地方利益的 是一个小地区的意见领袖 在那个年代 如果不听乡神的 就等于是损害了大家的利益 是要引起公愤的 在广东这个地方 你别说是外国人 就是本族的同胞 只要是外来的 都很容易发生亵斗 当时广东 土籍和克籍的亵斗 非常普遍 所以一发生战争 宗族和村舍 都有自保的倾向 就会成立自己的民兵队 民兵队就是乡勇团练 这支乡勇队伍负责保卫乡里 既防备洋人 也防备官兵 所以英军在三元李 犯下恶行之后 三元李的百姓能够快速地 被组织起来 去反击英军 就是因为乡街 早就有了这样的机制 来保护自己 那这样的民间的组织 到底能不能真的用来 用于战争呢 也不是不可能 后来的乡军 就是从民间的 相拥组织发展起来的 但是老百姓 抵抗侵略者的情况 只会发生在侵略者 切实地损害了 老百姓的利益的时候 如果说侵略者不骚扰百姓 是没人会去替朝廷打仗的 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就进入到一个地方的外国侵略者 只要他打算长期占领 肯出面维持秩序 民众更可能的选择 是服从侵略者的秩序 而不是群其反抗 毕竟老百姓是要过日子的 在帝王时代呢 皇帝经常说的民气可用 并不容易真的实现 比如说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 义和团打出的旗号是 福清灭羊 慈禧说民气可用 他对所有的列强宣战 结果呢 是输得一败涂地 所以要想把民众组织起来 并不容易 组织群众要想成气候 必须得有强力的动员 有系统的组织 有坚强的和谐 同时还必须得有 侵略者的持续施暴的配合 民众被组织起来以后 是有可能会赶走侵略者的 但是呢 也很容易被一些 优业心的人来利用 那好了 三元李康英的故事呢 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开通了 1921年到1945年的 专题历史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看奇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